心眠的成因可以分為五個方向 分別是心理因素、生活環境、環境因素、心理因素和心理時鐘的改變等等 第一個方面心理因素可能會因為患者過度擔憂、心神不安 或者心情太過興奮 有時工作焦慮、心情抑鬱、壓力過大都會影響到 生活模式方面有些人可能是輪班工作、吸煙的習慣 或是睡覺之前喝了很多咖啡飲品或其他刺激性的飲品都會有影響 環境因素方面如果環境有噪音、光線、蚊釘時 溫度過高都會影響入睡 心理因素有些患者可能會比較多惹尿、咳、身體各方面的痛症 睡眠、呼吸中止這些疾病都會有影響他的睡覺 最後一個是心理時鐘的改變 可能剛剛去完旅行回來 或者是他突然間有些時差影響到他睡覺都會有影響 中醫其實認為心眠和心神有關 在中醫中來說心眠的病名叫不味病 由於心主神明 如果心神不得安寧的時候我們就不能夠入睡 當中可以影響到心神的原因是有四個的 包括精神緊張、思慮太過、飲食不節和狗病體虛所導致 在現在都市環境情況或者疫情下 很多香港人都很難免因為情緒緊張 導致一些肝氣的屈結 肝是主要疏洩的 如果肝膝調達、氣屈不輸的時候 就會導致屈而化火 這些火就會上擾心神導致失眠 如果想事想得太多 思慮太過便容易傷及心皮 心皮受損容易耗損陰血導致神不守舍 同時皮是後天的生化之軟 如果皮傷導致生化佛緣 形血虧虛、不能上奉於心 導致心神不靈都容易不眠 簡單來說 最大的三個狀苦就是心、肝、皮三個狀苦 這三個狀苦日常的調護都特別重要 如果久病及腎 失眠日久又不去注意保養的時候 容易令到腎臟都受損 導致心神不交、陰陽失調 令到不味的問題反覆加劇 好像很難才會好反覆不遇的狀況 如剛才所說的病因 容易焦慮、緊張、精神壓力大的人 都容易患上失眠的疾病 或是輪班工作的人 或是長期病患者 甚至長者都容易失眠 一般人士可以利用中醫穴位按摩 和浸腳方法去預防失眠 或減輕症狀等等 中醫穴位按摩方面 可以選用內關穴和神門穴 首先內關穴會在我們手的正中心 在手腕橫紋的正中間 往上兩吋大概在這個中間的位置 輕輕按摩它 按摩一分鐘左右 它會有一個緩解一個心跪 即是心跳加快 或者是焦躁不得安寧的狀況 另外也會有一個穴位叫做神門穴 神門穴都是在手腕橫紋附近 靠近手指尾的粒陷柱 也可以按摩它一分鐘左右 它有一個功效是可以平衡治律神經 安神助眠的效果 第三我們也會有一個浸腳方法 浸腳方法可以用一般的大約40度熱水去浸腳 同時也可以加一些中藥材 例如芽葉、乾薑和紅花等等 將這些藥材放入一鍋水裡 然後大火煮起它 再小火煮大約半小時左右 放涼到40度左右就可以浸腳 可以在睡覺前大概浸20分鐘 浸到人微微出汗就可以了 失眠的人士需要注意精神因素 首先要消除他們思想的顧慮 同時都可以利用睡覺前的拉筋 冥想等活動去放鬆心情 以再入水 以及避免在長時間使用手提電話 以及其他電子產品 避免進行劇烈的運動 同時都要注意在睡覺前不要喝濃茶、咖啡 盡量都戒煙酒 配合良好的生活習慣 同時都要聽醫師、醫生所說的建議 醫患合作才可以從而改善到睡眠的質素 提升個人的生活質量 在中醫的角度會有些靈心安神的湯水 推薦給大家喝 有一個湯是肉粥白合酸組人湯 我們會有一些藥材 肉粥白合酸組人洗乾淨 浸泡半小時後備用 然後配合一些豬瘦肉洗乾淨後 將兩公升的水倒入湯煲 加入所有材料 先大火煲起15分鐘 再用小火煲1.5小時 再加適暖食鹽就可以了 另外我們也有一個梳乾餃一茶 去推薦給大家服用 它的成份會有玫瑰花、合歡花和素氫花 將這三種花洗乾淨 加入水杯入面 倒入350毫升的熱水 焗10分鐘後就可以飲用